据韩国Nustamato新闻网报道,虽然全球太阳能市场日益扩大,但韩国的太阳能产业,却岌岌可危。 韩国产太阳能产品的效能和技术被评价为世界最高水平。 但抵挡不住中国企业,依靠政府援助而采取的低价攻势,韩国业内有人担心。 今后在发展潜力较大的太阳能市场上,韩国国内的太阳能产业会被淘汰。 图一,去年10月30日,在全北群山市举行的新万金再生能源展望宣布仪式结束后,文在寅总统正在参观水上太阳能设施。 据韩国进出口银行,海外经济研究所三日透露,去年世界太阳能安装量为108GW,GW为10亿瓦特,历史上首次超过100GW。 预计全球太阳能市场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。 明年太阳能装机量将超过140GW。 据分析,随着太阳能需求从中国和美国等国家,扩散到墨西哥等其他发展中国家,太阳能需求将前面增加。 图二,韩国创作的中国太阳能产业的漫画,凸显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强势。 韩国国内市场也在增长。 去年韩国国内太阳能安装2.03GW,创下历史新高。 世纪中国和印度、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墨西哥之后的世界第七位。 韩国政府的再生能源3020政策,有望在2030年之前,将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20%,太阳能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。 今年预计安装量为2.2GW。 图三,韩国太阳能产业,与美好的展望相反。 现实十分残酷。 韩国国内太阳能产业,逐渐被挤出了竞争舞台。 因为最大的出口国中国,正以低价攻势,威胁住韩国国内企业的生存。 中国通过贸易保护及援助政策,扩大生产能力。 提高了多精锡、精棒、晶片等基础材料产业的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。 中国,精锡产,厂的70%,精棒、晶片产量占91%。 图四,韩国太阳能产业,韩国海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江正华指出, 预计今年随着太阳能内需市场的扩大。 中国产品将大量进入国内市场,因此有必要制定相应对策。 他接着说,中国产低价产品进入韩国,有可能对韩国国内企业造成损失。 还强调说,政府要对韩国国产产品增加支援。